顧分析委員不斷地想要阻擋法案 因為他想要讓中國知道 我才是能夠修法的人 我才是能夠叫得動民眾黨的人 我才是可以決定哪個法案 可以留在程序委員會比較出去 哪一個法案可以強行通過的人 他想要用這樣的方式去中國換條件 而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除了你用花蓮的性命去換組合屋之外 你還用國家安全去換假的觀光 那我們最講究公開透明的委員 也應該出來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討論了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換回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一些東西之外 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條件去跟中國談 修法到底是想要修什麼 我覺得這是我們目前最關注的事情 我必須跟大家講 就是中國在做這個統戰活動的時候 它有很多不同的縣 它有宗教的縣 有文化的縣 有青年的縣 青年的縣其實最少是馬英九 然後呢 還有金融相關的縣 結果呢 其實金融相還有圓民的縣 金融相關的縣 其實跟這個 我們這個副委員 其實照理說應該比較有高度相關 那沒有想到呢 這一次他所帶回來的東西呢 說真的幾乎沒有東西 他今天所講的 不管是文旦 還是觀光 還是組合屋 全部都是我們在一個月前的時候就已經在講的東西 我在整整兩個月前 3月6號金門事件的時候就有說 有可能會對特定的區域先開放觀光 我們的交通部跟陸委會要注意 那至於是誰去談還不知道 結果呢 沒有想到是我們的副委員談回來 而且他談的有點不太成樣子 然後另外呢 我們在3月底的時候呢 就有講過 中國的灰色地帶作戰的經濟的部分 尤其是農漁業的部分需要特別注意 結果他也把這個帶回來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在4月初 大家都知道這個大地震的時候 地震第一天呢 我就在花蓮 然後呢 我不管在任何的會議裡面 只要有遇到傅崑奇委員跟這個徐縣長 幾乎言必稱組合屋從第一天開始 他們很早就開始使出了這個組合屋的前行公式 就是每天都組合屋組合屋 我連續聽了4天 我都一直覺得到底是誰在講組合屋 我們問了地方的居民 沒有人在講組合屋 所以這就表示呢 這連地震的第一天 就已經開始做跟中國有關的政治操作 這我覺得是完全不能夠容忍的事情 所以當然也是很可惜的就是呢 我們也才拆了三個東西 結果他就只帶回這三樣東西 所以說真的有點太少了 以他們的標準 第二個就是 你要換東西 那就表示你要提出什麼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傅崑奇委員不斷地想要阻擋法案 因為他想要讓中國知道 我才是能夠修法的人 我才是能夠叫得動民眾黨的人 我才是可以決定哪個法案 可以留在程序委員會比較出去 哪一個法案可以強行通過的人 他想要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中國換條件 而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除了你用花蓮的性命去換組合屋之外 你還用國家安全去換假的觀光 所以這也是我們要再次嚴正的呼籲 剛剛呢幹事長也有提到 到底在中國討論了哪一些修法 因為這些修法都是關乎國家安全的修法 中國對台灣的滲透有人流 有金流 有資訊流 你在資訊的方面呢 你有沒有去討論開放技術的問題 人流的部分呢 你有沒有想要把人放進來 金流的部分呢 你是不是想要放寬一些特定金錢的管制措施 這一些討論在哪裡 我們必須要知道 那我們最講究公開透明的委員 也應該出來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討論了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換回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一些東西之外 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條件去跟中國談 修法到底是想要修什麼 我覺得這是我們目前最關注的事情 那我們也必須要再次的嚴正的譴責 我們絕對不能用國家安全 去換這些虛假的事物 去換這些呢 本來中國在法律上面故意先假裝前置 然後只要有人過去就再放寬的這些事情 這個絕對不是台灣所需要的 真正在破壞兩岸和平交流的 絕對是中國 謝謝大家 談到台智光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發文終止 有疑慮的 其他局監視器的專案合約也已經終止 那接下來台智光還要組裝他的權力 清掉我們的爭議調解的機制 我們已經成立了跨局處的調解小組 那後續就是依照相關的程序來進行 後來界裡有疑慮 那我們就送調查 那調查清楚沒有問題 環章盛請來 確實如果有問題 當然我們依法就要追究相關的事物 現在有沒有看這個李四川說 北市科是大小眼 那另外台智光現在是爆出他的母公司 台通有內線交易 是不是有可能來廢除母軍呢 我想李四川副市長確實點出了 北市科T11-18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態度很清楚 就有任何的疑慮 我們就送正鋒調查 也已經啟動調查 屆時如果有問題 當然我們就依法追究 如果沒有問題 當然也還給當時很清白 另外你談到台智光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發文 終止有一律的警察局監視器的專案合約 也已經終止 那接下來台智光 他要組裝他的權力 進到我們爭議調解的基礎 我們已經成立了跨局處的調解小組 那後續就是依照相關的程序來進行 但大家關心的就是 昨天透明媒體報導 也就是另外發現台智光 他的動作或其他人 涉及其他相關的 包括可能違反證交法徵的案外案 那我們都會持續關注 市長說你變成FAM 我想事實到哪 我們就一定處理到哪 所以媒體報導 可能發現 檢教發現案外案 那我們都會持續關注 市長所以你也認同 李世川副市長說的就是大小 因為他確實檢出了問題 所以外界有疑慮 那我們就送調查 那調查清楚 沒有問題 環當時很清白 確實如果有問題 當然我們依法 就要追究相關的程序 這件事情 我覺得到今天有點焦點模糊掉 第一點 約是公民黨的市長勸的 一千二千二千二千 今天 独邊預算九千萬 是現任的公民黨市長勸的 然後 廠商賺了 多賺的錢 然後再用對付 給議員 然後被剁壓的 是公民黨的議員 那發生 今天發生所有這些事情 你們現在還在指責說 當年那個大聲講說 大家注意啊 這個以後會出問題 奇怪 他怎麼現在變成在檢討 我是當年提出問題說 這個要小心的 這個不報預算 然後 議員說回頭 而且我非常清楚 很怕不止 不止一個議員 查下去還會有 但是光了費率審查會議 有指出說 會議9點才開始 結果9點40就結束了 是不是光速的 就是通過審查 而且好像沒有記錄 記錄下說 到底是怎麼談費率的 只有結論 我跟你講其實這件事情 第一點 我們應該不需要去回答細節 一個會議40分鐘 不然你要該多一點 這件事情 我覺得到今天有點焦點模糊掉 第一點 約是國民黨的市長圈的 一圈又圈25年 今天 胡編預算9千萬 是現任的國民黨市長編的 然後廠商多賺的錢 然後再用回扣給議員 被收押的是國民黨的議員 今天發生所有這些事情 你們現在在指責說 當年那個大聲講說 給大家注意啊 這個以後會出問題 奇怪 他怎麼現在變成在檢討 我是當年提出問題說 這個要小心的 但是議員最近拿出很多份公文 但是你只是說 這些公文 中小平今天去告說 是有偷公文的狀況 但是是透過議員所知嗎 因為我們民眾黨在議會 還是有四名議員 議員就會所知 所以這個議員所知 這也蠻正常的 但是藍綠議員都說 他們調不到這些資料 奇怪 所知就會有所知紀錄 因為蔣經理今天好像下定說 以檢查公開為由 不讓這個議員 還是要取多的公文跟資料 那這個就是一樣 公開透明是一個文化 如果是有話 我就公開透明 其實如果是有話 我就直接面對 不需要這樣 其實我知道政治上的戰略 就是說 他知道他已經失分了 因為這個圖報預算 然後議員說回扣 而且我非常清楚 恐怕不只 不只一個議員 應該 查下去還會有 在這個狀態下 他知道他已經扣分了 那時候怎麼辦 就開始 到處扣分 就是說 大家一樣 那這種政治的手法 我都了解 但是我覺得 不是很 不是很好的 那主持人 北市府現在有主動說 你們當年 百零六零千的指令 已經違背了理由 因為這個價格好像不能超過 當時政府的費率 或者是行政院的 那當時的費率到底是多少 有超過那個價格嗎 那阿說一樣 我知道 106年的時候好像沒有3M的費率 我想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不要再講一大堆 事就死不事就死 把東西拿出來 就一樣 把數據拿出來 我是建議 講是乾脆這樣 把那一段 我在當市長那段期間 所有的會議紀錄 所有的公民 全部一次公佈出來 我跟你講 一次公佈出來 就好笑 他們 因為他們是說 光是二媒的費率 當時你們 一百零五千 一千六百八十 但是你們 當時的費率 算是一千五百零 已經超過 那一樣嘛 有問題就拿出來講 是哪個地方有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 一般來講 我相信公務員 不會故意去販重 特別是我跟你講 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相當嚴厲 不會啦 不會啦 不然你有問題 就拿出來講 我也不想再去回答 任何這種 穿著護費的問題